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言第三一章 第27节 他观察家母 并不吃闲饭 因为有了报道家 第兄姊妹才能够 就像我们教会 我们首次的一间教会 由三十人变成百多人 由百多人变成千多人 我们是这样的 第兄姊妹才有很多服侍的对象 就是说你信得好 你能够做好自己的优质 当你跟进人的时候 你不是沉浸在你自己的自怜当中 当你成为一个家族负责人的时候 你懂得放下自己的问题 去照顾别人 当这样的时候 我们身为评讯徒 我们因为扩展 就像一个鱼钩 钓了很多鱼 你就可以牧养 成为一个小牧者 你能够 去将你自己的信仰 能够更上层流 能够有服侍的对象 你才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 你再需要下一个即时 就是教师 在这个过程当中 教你如何成为五尊即时 教你如何成为一个侍奉者 让你能够由一个会众 变成一个同侣 然后再由一个同侣 变成万宗无一的神父 这个就是神刺二五尊即时 即时的过程 而事实上 你会看看当年 石温教会 神也是这样做的 首先我们很讲究 质素 我们建计了所有 基本的基础功 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 我们有基本的家序 在教会当中 我们有基本上的讯息分享 送带 我们有恩赐运作 我们开始研究跟医治 那神就让我们有服侍的对象 就是我们有医治的对象 我们有将我们的讯息和福音 和人分享的对象 我们才由三十多人一路抗战 六百多人 千多人一路这样抗战 这个就是我们过去成长的历程 和言辅篇所说的一模一样 而并且这个也是目的 因为原因就是什么 原因神要做多少个人出来 这个世界 对不对 但问题是 为何神要我们得人如得语 原因就是 其实是让那些信了主的人 是有机会有生之年 是用神的性格去面对这些难题 这些难题 其实是可以说是度身定做的 而并且有些难题 神是将它加难十倍 明白吗 有些误会甚至是神制造出来 而导致 就是法利错人 误会主耶稣基督是敌基督 是误会主耶稣基督是敌基督 是误会主耶稣基督是不好人 对不对 但问题是 这些是神有意去制造出来 让人生成为我们的祝母 去注造我们应有的内涵 去注造我们应有的忍耐 去注造我们应有的性格 而事实上 当我们拥有了这个基本功之后 就是时候抗战了 是时候我们找服侍的对象 而让我们能够 确立了我们所拥有的东西 而并且就是让我们的性格 能够产生贡献的这一部分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这个基本功 因为我们有这个内涵 下一步我们就要因勤 就是我们能够将这东西应用 而这个我们爱主不是指上谈兵的 你有爱主的内涵 但你不要指上谈兵 你真正的去用出来做出来 除了你借着牧师教徒 你用在自己日常生活 用在你自己的生活环境 用在你自己的亲戚 你的配偶 你的子女 好了 现在到一个报道家 你就要懂得用在更加宽的范围 意想不到的范围 甚至一些你以前的陌生人 但你带信主的时候你要跟进他 那你就由开始了 你自己见证你自己的心田 原来是怎样慢慢被神去改造的 因为你带一个新人回来 你跟他不是说 谁说哪个领袖坏话 谁说哪个不成熟 你明白吗 要是这样你需要信主 你需要做熟灵的事 你不如去街市做一个知识 你回来 你是看着这些人的心田 怎样因为你去帮助他 学习去耕耘 怎样开始他的信仰 你亲自看见一个人的内心 是怎样改变的 但是因为你是成为第一个带领者 其实神在他眼中你是更加重要的 因为他让你去观察 为什么这一节经文这么强调观察呢 因为原来你带了人信主之后 有很多时间你终于可以观察到以前 你观察自己 现在你带了十个人信主 即是三十人变成了三百人教会 每个帮十个人 那么你便可以观察到这些人有的特性 当中一定有很多人是不愿意改变的 当中有很多人根本只是想着吃果子 有些人甚至跌倒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便看到原来自己也有相同的瑕疵 相同的问题 你便成长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 你杀出这些种子 导致你不会跌倒 你跟进人的时候 你觉得福音给人的时候 你便不会在福音上出事 你就不会失去你的救恩 因为你杀出了好的种子 但是这个观察的过程里面 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 你亲自见证和看到 很多人是用什么方法开恨身帖 有些人只是依赖别人开恨身帖 他自己不会开恨的 这个就是我这么多年里面能够有机会去不同教会 我不是说去了这些教会 坐在那里发狗 不是的 我会观察好多些 有些是信主内的老前辈 会看到你的性格内涵 有些是我自己跟着大人信主 我在加拿大 我回这些教会 我身为学生 都不断带新人回这些西人教会 带新人回这些中国人教会 有时候我同事回两间教会 我会考虑 这个人会接受到哪一间教会 而在过程当中我跟进他们 我便了解了 我了解了 原来一个人的心田去这样的时候 他很难接受到圣灵充满 他很难能够经历到神的恩高 如果另外一个 他这样做的时候 很大跃进 神迹整天随着他 我便可以学习 因为有些人实在 他的单纯的心 是真真正正比我更加单纯 是真是我遇过的 但是问题是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便可以 像这一节经文所说 我便去观察 直入这个观察当中 最重要的是 我不会灯烂我的信仰 不会灯烂我的信仰 并且因为热人的这些榜样 我能够走得更加快 因为实际上 在信仰的历程当中 根本没有很多很仔细的教导 是没有的 因为那是生命里面的成长 在这个过程当中 每一步都是我们自己作出的决定 和我们自己作出的修改 才是最多的奖赏 所以在我自己的过程当中 就是我带人信主 我最多那次 我记得在一次的聚餐当中 我带了六个年轻的学生信主 我会观察他们 我会看他们 有些遇到家里的问题 不让他们回教会 有些会遇到经济问题 不让他们继续读书 但我看他们如何适应 如何面对他们自己的信仰 如何坚持他们的信仰 他们因为什么而坚持他们的信仰 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我记忆力强 我知道他们这样做 他们就会得到什么回报 得到什么回应 但我发觉有些真的超单纯 他们得到神的恩高 得到神的 根直是日常充满了神迹 很多好事就是他们遇到的 原来就是那份单纯 我就可以学习了 明白吗 就是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我将福音传给人 所以我在福音当中 就成为一个受惠者 真面第三十一章 第二十七节 他观察家母 并不吃闲饭 我愿自欺求 遥见信似手 愿天光光暗 神知相显 神知愿远成就 没挂怀 无挂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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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你掉 你相遇破口 我神知安 是永勇 情意显出请求 金光光浪 金光光弯 未回首 心慶望 要歇力持手 尽心跟你 搬向天光 无论声明再担忧 心中恶口 愿你结伴行走 将天国真理与感受 在天国都快跑 愿能共你牵手 勇敢奋斗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